德国环境布置前决定放弃一项生物燃料项目,理由是不适用于数以百万计的车辆,无法推广。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往汽油中加入百分之十一纯,以其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 但研究发现,由于乙醇汽油对汽车发动机的腐蚀性高于传统燃油,15年以上的老车尤其易受七腐蚀,因而无法使用。 德国无奈放弃乙醇汽油的推广使用,那么号称是德国进口的产品,是否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够帮助中国的广大车主载更换乙醇汽油前顺利的过渡了? 这似乎更像是一个笑话,德国环境部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在2008年4月4日说,德国决定放弃乙醇汽油项目,理由是这种燃料不适用于数以百万计的车辆, 无法推广,德国此前推行的E10项目,计划往汽油中加入百分之十一纯,以至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 但研究发现,由于这种混合生物燃料对汽车发动机的腐蚀性高于传统燃油,德国300多万辆汽车目前无法使用这种生物燃料, 长期使用车用乙醇汽油会是电喷汽车发动机的进气发产生较多的沉积物。 这一点早已被行车试验所证实,多年前美国西南研究院把含醇包括乙醇汽油与不含醇的车用汽油在电喷发动, 机器车中做了进气发沉积物影响的研究。 发现在排量1.8L,四缸电碰宝马发动机汽车车运行1.5万英里时, 10%车用乙醇汽油与无醇车用汽油相比,进气发沉积物高达4倍, 汽车用乙醇汽油的燃烧值,动力性和耐腐蚀性的不足。 1.乙醇的热汁时,常规车用汽油的60%,具有关资料的报道, 2.若汽车不做任何改动,就使用汗乙醇10%的混合汽油时, 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5%。 2.乙醇的气化前热达,理论空软比下的蒸发温度, 到日常规汽油,影响混合汽的形成及燃烧速度, 导致汽车动力性,经济型及冷体动性的下降,不利于汽车的加速性。 3.乙醇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瘾酸,对汽车金属特别是酮料腐蚀作用。 有关试验表明,在汽油中乙醇的含量在0%,10%时,对金属基本没有腐蚀, 但乙醇含量超过150%,必须添加有效的腐蚀硬直剂。 4.乙醇是一种优良溶剂,一堆汽车的蜜蜂橇及其他合成非金属材料产生轻微的腐蚀, 熔爪,软化或剧烈作用。 除此之外,乙醇汽油对环保也是不利的。 研究表明,在汽油中参入少量乙醇,确实可以减少部分废气,如CO的排放, 但同时也会增加一些其他气体的排放。 而且汽车尾气的排放与燃料、发动机本身、尾气净化系统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不能单纯地认为变性燃料乙醇将会根本性地改善汽车尾气的排放状况。 存在机动车空气污染严重,有光化悬天物件在威胁的地区, 是不是以利用乙醇汽油的地区? 目前中国有12个省份正在使用乙醇汽油, 在使用乙醇汽油的这些省份里, 反应最激烈,对乙醇汽油最怨恨,得到属东三省地区的车主们了。 大师作为一个东北人,非常理解他们的痛苦, 到底痛苦在哪? 主要是下面这两点,冬季排气管滴水严重, 燃料乙醇属于抚养燃料,燃烧后会凝集成水从排气管上往下滴, 虽然普通汽油也会滴水, 但是远远没有乙醇汽油那么严重, 去过东北的或是在东北生活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每到东间排气管处都会挂着两个冰溜子, 严重的还有可能出现管路水箱结冰, 白天在街上行车底下的一会儿,就会冻在路面上, 对行车,行人安全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只能加乙醇汽油,没有选择全本身乙醇汽油, 作为一种更环保的可再生能源。 政府大力推广,我们老百姓也是抱着支持太多的, 支持归支持,我们懂东北东间的天气根本就不适合加乙醇汽油, 可是想加点乙醇汽油却没有加油渣可加, 这种强卖强卖真的好吗? 起码东间供应给我们乙醇汽油也行啊。 成本问题是乙醇汽油生产企业需要克服的首要难骑, 现在有一些企业甚至处于卖油亏损的状态, 虽有国家补贴,享受油汇政策, 但是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同时,这也是资源利用不合理的一种表现。 对加油站来说,销售乙醇汽油之前, 必须对现油储油设备进行轻信改造, 改造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 加上卖乙醇汽油比普通汽油少挣钱, 所以加油站的积极性也相当受影响。 买家不挣钱,买家多花钱, 乙醇汽油你知不支持? 这么好的汽油为什么非常谎生不用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